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 村里人都管他叫 二姑姑娘 来 接下来掌声有请 二姑姑娘 有请 全场赞 东北野儿就是吗 要么有梦 要么都让 心中暖和光 大家好 我叫洪宝伟 来自吉林省公主领事 玻璃城主任 今年三十一岁 我的爱情缺点是 二姑娘来全城找对象 为人霸气的姑娘贼有样 这二姑娘是真外号啊 对 就是老妈特别喜欢姑娘 结果我妈要了三个小子 生了三个小子 完了之后在家里我比较勤快 勤快一些作为老二 家里的什么事情 大大小事都能把我妈啥的 干一干 就是凡是农活啥都能干 你就过过家二姑娘 教育舒服的 教育舒服的 好 来看一下 是六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好 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 我就是二姑娘 沿坡的人都知道我二姑娘和尾 大小松我叫二姑娘 可不是我长得像姑娘哦 我今年三十一岁 在家排行老二 我爸妈就想要个姑娘 结果生了三个儿子 别看我爸妈管我叫二姑娘 其实我挺爷们的 爷不爷们看就完了 看 这是去年我自己给我爸妈勤盖的房子 花了没有二十万 得不得地 漂亮不漂亮 走 带你们去看看里面 来 带你们看看我的地面 现在有些我过程次座的 不像以前 地面都是土地面 一扫那豆腐 那一二糊糊糊的 特别买的清人豆 现在这地面都跟城里一样 这地方我现在就变老 我已经安生了 这些都保护有东西好 整个屋里头 保护全部都出败 现在农村生活好了 在家里都洗澡了 我家以前 还得跑到这里洗澡 浴霸也有 厕所也在 脚巷很方便 起来看去 保抬过的 别拍了 行了 别拍了 洗澡了 这二姑娘还得城市好 那人家的孩子 那比姑娘的都好 二姑娘可不是姑娘啊 她可爷们儿了 这儿还出不了 就在这干也熟可能干 就是身边没有合适的姑娘 要不然也轮不到 你们全城热恋 这么多年 我真是从苦日子里干起来 现在我自己在 物流公司自己养大车 主包的现实从长春到大连 大连到上海 上海到三亚 曾经尊远呢 一次是从长春到三亚 那是六天六夜的录场 和那期间 我两天一宿没合过眼 为了能在途中打起精神 我还喜欢哼着小曲什么的 这被那个狼眼儿笑 阿尔木的戏打个脸 你看人家那个大姐说的 就是身边没有好姑娘 有好姑娘还轮上你们全城热了 是不是 她可真是 那就是你就听这些 这个街里街坊 就是唠这个小伙子 你就知道小伙子能是啥让人 有口结尾的 对 但是小伙子那个不行 那个姐说的这话 我得证一下子 你到全城热来了 现在你看 全城热这姑娘比怎么样 哥哥都漂亮 好 来 1号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苑林哥 来自辽宁铁岭 今年22岁 大家可以叫我哥吧 你想问什么问题 但是我不得意开大盛世纪的 因为我感觉都是特别慌 因为我家那个厂房就在那个102国道嘛 然后我上岛的时候就能一直开大盛世纪 就是开窗 我给你摆一摆 我再我就按喇叭啥的 感觉跟他长得特别像 那有没有可能 你有点想多了 人家那意思说你且嘞 谁老你倒霸了 载到边来这样 那人家这职业咋的了 人家职业不挺好的吗 我就希望他这种职业的 我觉得挺好 因为你看啊 他一出去好几天 那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不一定说 非得要天天黏在一起 黏黏糊糊的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关系 都是有一定的 要有一定的距离感的 这样才会美嘛 那你万一距离产生的是 少四二八正 我跟你说 要是那样的 就永远都不会 他不是那样 他永远都会有小三 不管你什么 那你架不住他寂寞 他有啥寂寞的 天天开车哼个小犬 我寂寞的时候 就是打开手机 看全城人恋 真有正事 正好 生活可不能边开车边看 四号里面 其实就像一号说的 说大车四级行业不好 其实我不赞同的 其实我家有很多情景 都是坐大车的 包括我三个舅舅 两个姨父 都很辛苦的 但是日子过得特别好 三个舅舅俩 姨父都是开大车 对 都是开大车的 而且就是经过这个大车 养那种大骂子 就车拉车上新疆 就是每趟 我姨父和我舅舅他们 就是因为养大车以后 家里头就是过得特别好 我觉得条件也非常好 跟哪行都值得尊重的 而且大车司机非常辛苦 每天每夜的在路上 然后我觉得也不能凭一个行业 去填照一个人 就是家里亲密就干这个的 对 好好好